好 今天晚上沿海的观众朋友们 还是要特别小心 风雨仍然很强 而这一回呢 参数台风也造成 这个包括了很多地方的风雨 但是来看看中部地区 因为中部地区的风雨量 这个风雨量呢 没有达标 12号是要上班上课 但引爆了网友的不满 涌入了县市首长脸书 要求要放台风架 而且很多的网友也喊话 如果放假票 就投给你 虽然呢 台风对市区影响不大 但是山区哦 像是台八线中横公路 出现了落石 还有呢 这个路数段落 这样倒塌的情形 公务盾也紧急宣布 中横变道战时呢 封闭不开放通行 大树被风吹断 横躺在中横公路上 占据了单线车道 其他的车辆越线通过 隔北几公里 大颗小颗的落石 砸在地上 其中一块比车子的轮胎还要高 有驾驶一时没注意差点碾过 警方冒雨放置三角锥指挥交通 台八线19.5K及22K处 分别发生路数倒塌 及落石掉落情形 首先当时并无人车经过 参数暴风吹笼罩 台中谷关和平下起大雨 中横变道也紧急封闭 而不只山区有落石 树倒市区也有 相较于山区而言 中部各地的风雨都不大 没有台风架也很理所当然 但网友可不这么想 可以出去玩 云林彰化的乡亲涌进县长脸书 喊话可以放台风架吗 都宣布全台笼罩了 台中的民众更狂 直言如果放台风架 我的票就投给你 苗栗宣明也直接灌爆 需要昌的脸书 拜托拜托 长隔放假 但一发现要上班上课 就暴气评论现场需要昌 是个令人失望的家伙 你觉得应该放假 应该放两天假 三天假 你以后台风来 你自己放假 无风无雨也要放假 网友的评论令人玩耳 台风架放云不放 一件白白款怎么做 都会被骂 记者中部综合报道 好 这回来呢 参数台风其实 为北台湾也带来了 蛮强的风雨 双北为了安全考量 其实在12号的中午之后 就禁止外送员送餐 如果你今天中午之后想订呢 这个Uber It啦 Fu Panda啦 是没有办法订的 因为禁止了 而街上还是能看到很多 这个外送员啪啪噪 外送员就说 这应该是系统的漏洞 或是前一天的预约的订单 不过同时外送员 当然也都很关心咯 到底什么时候 才能够继续来送餐呢 好 柯文哲在下午回复说 要平台业者自行决定 让外送员超级傻眼 台风来袭为了减少山王 台北市跟新北市 先后祭出规定 在停班停课之际 外送业者也不能冒着风雨外送 有外送员被政策弄得母沙沙 说北北基规定 台风天不能接单 却还是看到一堆外送员 在街上啪啪噪 实际打开外送平台APP 清一色都显示暂时关闭 究竟这些外送员是接到谁的订单 或许是系统出现bug 才会让外送员在台风天送餐 但其实双北 今天都已经对外送业做出规范 台北市规定 12号中午后禁止外送 新北市长侯友宜 则是呼吁业者停止服务 至于什么时候开放平台服务 柯文哲这样说 我们就跟你讲说 什么时候起应该不行 什么时候会开始恢复外送 外送平台自己要做判断 先禁止外送 现在开放时间 又要平台自行定夺 也让外送员超级傻眼 如果让平台自己定备的话 偿指依望以后可能就都是 平台就不遵守大家的 不遵守这种面对饭 外送平台明定不能跑 大批民众只能自己冒着风雨 到大饭店自己领外带 只能说民以食为天 再强的风雨 似乎也挡不住民众 对美食的渴望 记者谢龙如游涛 台北采访报道 好 其实来看到是呢 因为台风呢 虽然还没有走 但是台东的菜价已经狂涨了 告诉大家一颗的高丽菜油 要多少钱 居然要 三百元 让人很傻眼 丝瓜一条哦 你想买也要一百元哦 让婆婆妈妈心情真的很复杂 不买不行啊 但是价格太贵了 中秋节烤肉要吃的 现在只好少买一点 这颗高丽菜没听错 就是撒罢抠 这位妈妈只能忍痛掏出钱 台东菜价变天价 让家庭主妇好为难 可以煮四次 菜价比较贵的时候 难民的心情是怎么样呢 很复杂啊 你不买的话吃外面又不健康 你买了又这么贵 受到参数台风影响 不管什么菜都贵到让人买不下手 高丽菜一斤 从五十元涨到七十元 一颗高达三百块 叶菜类涨两成 丝瓜二十元涨到五十元 光是一条只逼百元 中秋节要烤肉的青椒 涨幅最大涨五成 买菜的每一分钱都要斤斤计较 菜价恐怕要到中秋节过后才会回稳 菜树贴台扫过 让宜兰的葱楼贸于抢收 宜兰三星葱产地价一公斤两百零六元 就怕风强宇宙让三星葱全死光 台风过境 高丽菜一颗三百 丝瓜一条一百 让主妇咬紧牙根 因为想吃就得花大钱 记得台东宜兰 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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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